大家好 我是煌靈 Soneer又賣心理包了 這個月第二次賣了補給包 然後還有泳裝老師的記憶碎片包 那就來看看這兩個東西的CP值高不高吧 首先先花一點時間說明一下這個表格是在幹嘛的 還有要怎麼下載 基本上目前裡遊戲所有的課金項目 只要花鑽石都能達到同樣的效果 而玩家如果選擇不花鑽石而是花錢的話 就相當於是花錢買了多少鑽石 這個鑽石量除上金額的數字就是這個表格裡的筆值 數字越高 代表這個禮包越划算 然後表格有量身打造的功能 要把表格下載來才能選不同的選項 下載的方式是先點左上方的檔案 然後再點下載 最後選擇你想要的格式 因為每個玩家玩遊戲的習慣不同 有些人會在加倍期間買到三次體 有些人可能會買到12次 對這兩個玩家來說 120體的鑽石價值就不同 於是表格上方有一些選項可以選 讓玩家可以應對自己的情況 選擇適合自己的選項 體力的部分如果是在加倍期間會買三次體的 就選40 而如果會買到九次體的就選100 以此類推 這次的補給包主要是給了很多的公主星碎片 公主星碎片的部分 表格下方有寫在什麼樣的情況下 一個公主星碎片的價值是多少鑽石 對大部分玩家來說應該是平常五次打完就不重置了 只有在剩機加倍期間才會重置 對這種玩家來說一個公主星碎片的價值就是45鑽 在選好選項之後 補給包各種資源 價值多少鑽都在表格下方這邊了 這邊的鑽石價值會根據上方的選項來做更動 然後累計購買的部分就只是這邊在單純做加法還有乘法 這次算出來的比值就差不多在五點多 單純看比值的話比月初的秘石版本的補給包還要划算一點 不過公主星碎片這個東西我覺得有點微妙 因為對玩了很久的老玩家來說 很重要的專武大概都已經開好而且已經升到滿等了 花錢買公主星只能開一些比較不重要角色的專武 或是把一些專武升到滿 但這兩種用法都不會造成質變了 大部分角色專30跟滿專差距沒說很大 而一些比較沒什麼用的專武開不開都沒什麼用 不過對於一些比較新手的玩家來說 就是還有很多重要角色專武都還沒解放的那種 這個是比較少見可以買到大量公主星碎片的機會 如果能力許可是可以考慮一下的 另外這包比較偏課長相 我通常會拿來跟公主週年包比較 不過到目前為止泳裝復刻池還沒開公主週年包 所以算是沒辦法比較 只能跟過幾天有可能開的泳裝咲戀公主週年包來比較了 如果泳裝咲戀公主週年包的內容物跟月初的泳裝爆弓是一樣的 在沒有特價的情況下 公主週年包跟補給包的比值差不多 都是五點多 那我會建議如果公主星碎片缺很大就買補給包吧 那如果公主星碎片比較沒那麼缺 就買公主週年包 講完補給包的部分來看泳裝老師的碎片包 這次是50片 賣590 如果目標是五星 已經買到一個泳裝老師的碎片要五個秘石的話 CP值差不多是6.78 比大部分的月卡都還貴 除非是想要升五星 而且前面的月卡都已經買了的玩家 然後覺得價格可以接收的話可以買一包 其他玩家我就不太建議了 OK 以上就是這次影片的全部內容啦 如果有哪邊看不懂的也可以留言發問 喜歡我的影片可以點喜歡 訂閱並分享 然後要開啟訂閱旁邊的鈴鐺 才能第一時間收到本頻道的通知哦 感謝各位的收看 我們下次見